确实很多人一直在提及 一直在问说 韩市长会不会在你的选举来帮忙 那当然是只要我开口 他一定会来 这20年来 许淑华在南投重振服务 我黑到了谁吗 我霸凌了谁吗 所以我想选举一路走来 他们会不断地 每一次都是用这种方式在攻击 可是我认为现在 历任就这几年下来的党主席 没有一位党主席 有这个勇气 在党内愿意和平 在党内愿意去 对于党内的路线去辩论 而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无论是谁当党主席 我们的路线就是这个党主席 他说了算 在这种路出来面对 欢迎收看今天谁来配 我是钟沛君 今天的特别来宾 我们请到了国民党立委 也是这个国民党的 南投县长提名人徐淑华 欢迎委员 哈喽 大家好 沛君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先跟大家敬歉 我现在声音很雅 因为感冒了 所以如果各位听不太清楚 请多多包涵 我会不会可以想象 这个选举行程繁重 我以为那个两个星期以前 我到南投去 然后在埔里的一家 这个路边的小店买东西 然后我就顺口问了一下说 现在这个南投县长的选情 不知道如何 不过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他不是说 温威丸如何如何 他是说温阿华没问题 我觉得你跟相亲的这种 细微的互动 或者你在他们的心中的这个定位 也许从这个对话里面可见一般 媒体在五月的时候有一个南投县长的民调 那支持度的部分您拿下了40.7%的好成绩 那在经验上我们也秀这个民调给大家看 这个委员您足足领先对手蔡北惠 18.3% 看好多的部分还领先了这个34.7个百分点 您认为年底的这个选战 您替国民党稳住南投县长 这一席的关键因素会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是 我觉得党内非常的团结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因为在这次党内 我跟另外的两位党内的同志 我们是在去年的时候 自己就决定希望早一点完成 那第一个大家会觉得说 何必在去年 你就这么早要去进行党内的初选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来势汹汹 虽然南投县我们是自己执政 但是我们不敢大意 而且你在初选之后呢 你还要经过一段的磨合期 你必须去整合不同的各路的人马 所以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我们三个人当自己的初选结束之后 有我出现 那另外党内的两位同志 很快的第一时间也愿意站出来支持我 所以我在党内并没有耗费太大的精力 去做整合 那相对的 我就更有充裕的时间 去做我们其他的乡镇市长 还有其他议员的这些人选的筹备 所以我觉得我会赢在的第一点 是党内的整合速度非常的快 那第二点 我觉得我可以赢对手十几个百分点 或者是到目前还是领先的态势 当然因为我们长期在地方经营 有20年的一个基础 这个是我比他更加扎实的 那同时呢也因为我们在地方的扎实度 陆军的整个的组织跟架构 以及绵密度 其实是比对方强的 这也是我们能够去 很细的去分析出来 每一个乡镇 甚至到每一个村里 我们的开票的结果 根据预测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都能够去分析出来 这个是长期 我们在南投自己所经营的成绩 所以我想在这一站 第一我们整个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第二呢 我党内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需要去协调 那我们可以一致的快速的去对外去冲刺 所以我再加上在两个两边 我们目前跟民进党两边 我们这样自己在评估 还有目前的态势的各种的比较之下 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确实这个炮口对外会是选战当中 非常关键的一环 所以也因此这个对手不肯免苏的 一定也会攻击您 像您的父亲这个许天宋先生 过去也是这个政治人物他曾经是世代会的主席 对手蔡培惠就曾经在受访的时候说 您的父亲Google一下就知道 借此暗示您父亲在地方的势力庞大 您要如何在这个选战当中 化解对手这样子的攻击呢 从我27岁出来参选议员 我的出生背景就从来没有一次不被拿出来讲的 那也会每一次选举的时候都会被提到我的父亲的背景 那当然我觉得乡亲愿意给你一个新人机会 他上去之后会看你的从政的表现 再决定他是不是要再投给你去支持你 所以我觉得我能够一次一次这20年来不断累积 然后从议员到市长到立委 到现在要进圈到南投县长 这一路以来我靠的是我自己的认真 我的努力 我靠的不是心愈 也不是我靠任何人去帮助而来的 所以我也很简单的问这20年来许淑华在南投重振服务 我黑道了谁吗 我霸凌了谁吗 所以我想选举一路走来 他们会不断的每一次都是用这种方式在攻击 但是选民还是一次一次会去看 选举以来我看到你许淑华从南投重振20年来 其实也算是乡亲看着我长大的 就像刚刚佩军讲 乡亲会说我哪怕 就也把我自己当做是自己的家里 就好像自己的林甲小妹一样 就是也是看我从政这20年来 如果他觉得许淑华没有变 那我相信我可以很稳定的把南投县交给他 我想我也不会去特别的去回应 他们这种负面的攻击 这个过去南投总被认为是蓝营的铁板一块 不过在2020就最近一次的这个选举 总统选举上面 蔡英文跟赖清德在南投拿下了15.2万票 那是胜过韩国瑜跟张善政的13.3万票 您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两年后的现在您认为这个局势有改变吗 过去很多人都会把南投县 把它列为说是蓝大银绿的一个县市 因为他会觉得说长期以来 在县政府都是蓝营在执政 可是从佩军你刚刚的分析就可以看到 2016年到2020年 总统大选其实民进党是赢过国民党的 当然这跟本身候选人的特质也有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纯粹你可以发现在 我简单讲就是蓝营在基层的服务 它其实是面是比较大的 它的服务基础是更扎实的 也就是说在总统的选票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大选率是比较大的 可是在地方的选举 蓝营的机会又是比较大 所以我不会单纯去说 在国民党就是蓝大于绿 如果我们要单纯看这个等于是说 从蓝绿的倾向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来看总统大选 或者是大选的结构比较准的 因为地方选举他还会牵涉到 你曾经有服务过的 你虽然是绿军 但是你曾经接受我服务过的 或者是我们经济关系 有相对的地缘关系 他会倾向支持你 可是在总统大选 他会比较接近自己的价值里面去投票 所以如果要从蓝绿倾向来看的话 其实南投县真的不是蓝大于绿 我举例我们像 对不起 我们像在屏东 屏东他其实大家长期来看 都是民进党在执政 但是在民进党的议会 从来没有民进党的议长执政过 都还是是国民党或者是五党级的 这就表示国民党的服务基层 在地方是很扎实的 也就是说选民的眼睛还是非常的血量 他还是会去看每一个人的特质 跟他的服务的绩效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在选举的当中 也把南投县列为说是蓝大于绿 那我就是变成说这场的选举 其实我就大意了 所以在每一次的选举 你都必须要重新归零开始 尤其候选人不同 大环境不同 你选的职务也不同 所以面对的挑战都不同 我每一次都会重新的去 把自己当做一个重新的出发点去开始 从一个起跑点开始 这样才不会容易失误 说到这个2020年的选战 我相信大家还有这个印象 记忆犹新 您的初衷外形 还有这个流利的口条 甚至这个审理女超人的范像 递总统的造势场合增色不少 于公您在这个韩市场竞选 总统的造势场上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 那于思您跟他的家庭也有 有如家人一般这样的互动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说 在您年底的这个选战 韩市长大概会用怎么样的形式来支持您 确实很多人一直在提及 一直在问说 韩市长会不会在你的选举来帮忙 那当然是只要我开口 他一定会来 那就如同他先前讲过 不只是我 如果党内有任何需要他协助的 他一定都会去帮忙 那么我们最近呢 也刚好把自己竞选总部的时间 也已经确定下来了 正在规划相关的流程 时间跟流程都准备好了 我会邀请党内的一些 包括党主席还有党不会 还有一些党内的同志 以及韩市长 我都会邀请他们一起来为我加油 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或想法 就是可能凸显您的强势 然后比如说 现在的想法是说站台呢 还是说造势活动 还是说可能去行脚的地方 目前我觉得我们只规划的是竞选总部成立的时间 当然竞选总部成立一定就是大葬式 那目前其他的行脚活动还没有安排 我们目前预定的时间是9月中会成立竞选总部 当然接下来之后 我们还会有各乡镇的总部的成立时间 还有各个乡镇的座谈会的既定的行程 所以如果我们在成立之后 还有需要党内其他的朋友 包括韩市长 我会再请大家来协助 但目前我们现在规划的是 只有总部成立的活动 韩元您也是这个国民党的中常委 这个你怎么看朱立伦主席 日前访美强调国民党亲美反共 还有党部这阵子因为这个降党期致哀安倍晋三的事情 您怎么看这两个事件带来的变化 那确实因为主席在美国的发言 还有这阵子的一些 包括其实大家最常提到的 现在我们出去大家最常提到的 还是在整个提名的过程 比较多的风波 那我觉得党内一直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的应该是说 党内的核心跟价值 其实应该是不变的 那现在我觉得我们党 当然我可以理解朱主席 他想要去调整整个现在党内的一个路线 那路线不是不能调整 但路线你必须要经过 大家党内一致的认同 大家一致的同意 大家同意这个方向一起去前进 可是我认为现在 历任就这几年下来的党主席 没有一位党主席 有这个勇气 在党内愿意革命 在党内愿意去 对于党内的路线去辩论 而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无论是谁当党主席 我们的路线就是这个党主席 他说了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党内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回归到 我觉得现在因为出去 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 朱主席在这阵子提名的过程 比较多的支持者会很担忧 就是会不会让我们现在 基本上已经有看好的 像桃园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本来是有机会拿回来的 那大家会比较担心这些地方 比较多的民众会跟我们在反应 希望我们也可以跟党中央来 适时的做出一些的这个建言 确实哦 文明刚提出了两个部分 其实恰恰是这个 我觉得国民党蓝的蓝影里面 深蓝一点 或者是中间浅蓝的选民 分别不满的事情 所以简单来说 这一连串的 这一年都来这个主席上任之后 似乎很多新的做法 或者是他的言行 都受到这个党内支持者的攻击 或者是不满的抱怨 比如说我们先从 刚刚前面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你认为说 这个包括两岸路线在内 其实是可以有党内的论述 甚至是辩论的 那看起来是这个朱主席 以他个人的观点 或者他身边的决策圈的想法 去公开的论述 那包括我刚刚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这个安倍晋三降旗 致哀的事情 那另外就是他在美国的演说 这些都招致了一些所谓 深蓝支持者的不满 那甚至他们有一些 比较激烈的抗议 或者是抱怨 您目前有接过这一类的 这个支持者 打电话来抗议这件事吗 会啊 我们因为现在用LINE的频率很高 我们会收到很多朋友 或者是支持者 对于党降旗 跟民进党一致 或者是说 因为朱主席 他先前曾经担任过党 他这是二次回归担任党主席 那他曾经也代表 我们本党到大陆 跟对岸的这个主席 也会面过 那现在当然 我就说 现在因为主席是 再次回国来 他当然希望把国民党 能够重新有一些路线的调整 但我刚刚讲到 就是说路线不是不能调整 但是现在并没有主席愿意在党内 将我们自己党的路线 我们的中心价值理念 大家要重新去定位 获得大家一致的肯定 那所以现在会变成在整个国民党党内 有大家所谓称的叫做深蓝派 那也会是 有一些是不管你是认为 说应该路线怎么调整 但是不论你是怎么样 都要一个党内的主席 包括抱歉 包括欠钱 我们我的同事 我那个江启臣 江主席也是一样 他当然是说 以前也说是说我们党内要对话 可是党内如何对话 不就是要公开辩论吗 不就是每一个你要提出 我们自己党内要先革命 要先清楚我们自己的路线方向 可是却没有一位主席 选前大家都这么说 但是选后大家可能碍于 可能会遭受到很多方面的攻击 最后就是主席的论调是说了算的 所以导致每一位上任的主席 他有他的论述跟他的定调 而现在的国民党的论述跟定调 就会随着主席走 这个是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中心思想论调是不变的 主席上去之后 是要跟着这个论调走的 那现在反倒是跟着主席走的 我觉得这个会给很多人对国民党 现在有一些不是那么清楚知道 我如果要支持国民党 那国民党的论述是什么 那总得我要知道 那变成是我现在支持国民党 就是我支持党主席这个人了 我支持你的论述 我就加入你国民党 那我不支持你的论述 那我就离开国民党 或者是我就不支持国民党 这个是对于国民党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边缘 我相信这个委员现在自己投入县长的选举一定很有感触 就因为包括像我在内也会 就是参加党举办的活动 那即使者看到你可能起手势 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国民党 那里面一定很多人抱怨的就是这个提名的事情 刚刚你也有讲了 主席上任之后他喊出这个希望可以赢得16席县市长 而且六都要过半这个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才刚开始起步 就因为提名的事情引发很多风波 您认为这个事情演变到现在 会不会影响到他刚刚喊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原本喊的16席县市长 还有六都过半的这个目标 会不会受到影响 多多小小这些风波会导致支持者 会在信心度会减低 但是我一直认为说 就如同我自己在南投来讲 我们都告诉我们的选民 我们自己最重要的是坚定自己的信念 11月26号一定要出来投票 我们改变这个结果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要的结果要拿到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最终还是决定在 我们自己所有支持者 他的信心度 那我觉得主席现在 既然这个提名的过程 很多都已经确定了 那我觉得他现在要赶快 再去做一些的工作 例如我们先前看到 不管是桃园还有苗栗 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些的风波 不断的在滋长 但是我觉得主席现在 过去他毕竟也曾经在很多的县市 都担任过地方首长 很多地方他也都熟悉 赶快去帮忙化解这些地方的纷争 尤其是六都既然要过半的话 桃园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而且是很有机会的 这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真的发挥 他的影响力 提名的过程难免会有风波 但是我相信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如果我们相信 我们提名的人选是好的 主席你更应该要捍卫你的 你的提名的人选 大力的去帮你的候选人去推销 然后去帮他摆平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事务 毕竟我们有很多的候选人 包括张善政前院长 他毕竟从来没有选过局 很多的地方选举的make out 他真的不懂 所以我觉得这个必须要 有很多庞大的这些有政治经验的人 来帮他协调很多的工作 那我觉得就算一个主席 亲全力到一个县市去帮一个候选人 这个大家我觉得都能够体调 我们也都会全力支持 我觉得像您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在南投就是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一场君子之争的初选 您认为您当时就是你们去年底的这个经验 有没有什么部分是可以复制到 让这个桃园参考 因为他们现在看起来是 深陷在这个地方整合盘整的这个困境当中 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同的是 在初选的过程 我们是所有的有心要参与的同志 大家都遵守这个游戏规则 然后游戏规则确定之后 大家输的人他也愿意 我就遵照这个游戏规则 我支持你胜出的人 那因为在其他的县市 跟我们的党内的初选 这个不是党部所举办的 我们当然有跟党中央报备 但是是我们党内候选人 自己有达成这样的共识 那因为在整个党部的提名过程 有一些像新竹还有这个苗栗 包括包括这个桃园 都是党主席直接提名的 所以在安抚人选上面 我觉得就必须要做更多的功课 那我觉得党内的同志 我觉得我们老是这样讲 我觉得很多人听了 大概不高兴 就是说你们只会叫我们大家要团结 那其他人大概就说 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愿意为了党好的话 既然党中央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我也只能够请所有的党内同志 能够一起来支持党提名的候选人 路还非常的长 国民党的县长也只是一个职务而已 那未来我们怎么样 大家有其他共同的发展 还有一些地方打拼 这个是更远大的目标 所以当然在当下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些的不愉快 或者是难免会有一些的委屈 不过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多体谅朱主席 有他必须去考量很多的面向 所以我觉得总共一句 我还是站在一个党员的立场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 我当然是很愿意希望能够去多做更多的努力 让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党的候选人 因为不只是这一个职务 还有很多的职务 大家可以一起来为地方能力 委员是好人 这个讲得比较婉转 其实简单来讲 南投跟桃园的差别 就是南投有规则可依循 来做君子之争 那桃园抱歉没有规则 那何来遵守的分别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可能母鸡就会很重要 那这次很多人说寄望这个母鸡 可能是卢秀燕市长 或者是侯友宜市长 您认为这个2022 少了韩国瑜市长的这场选战 对其他的县市长 甚至议员来说 会是一个比较相对艰巨的考验吗 我觉得也还好 其实我们最近 因为卢市长在中部地方 他本来他们就有一些 就中部我们本来就女性 在执政国民党的县市长就蛮多的 我们最近也有一场打算这个聚会 就把所有这个全部的这个这次要参选党内的县市长 大家都一起来喝个这个下午茶 那当然这是卢市长这边所发起的 那我觉得卢市长现在各方面的民调 他的支持度都非常的高 我们很乐意看到在中部地区 除了在这个朱主席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人可以来共同扛起这个辅选的责任 那我觉得刚刚这个佩军特别提到的 女基当然也很重要 那现在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台北市议员 又去拜会了卢市长 那么也希望卢市长除了在自己的选区 可以稳定之外 他也可以跨出到这个台中市 可以去帮台北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中部地方呢 最特别的又是几位都是女性的 这个县市的参选人 那尤其我觉得大家一起 把我们在整个区域合作的治理概念 都可以提出来之外呢 又可以在自己都是党内同志 互相来扶持 那么不管是谁党母鸡 由卢市长来扮演也好 或者是其他大家小鸡一起并肩作战 那么除了我们自己中部先保护好之外 如果有能力我们可以去协助到 其他我们可以一起共同努力的党内的伙伴 我们都是非常乐于看到的 委员您刚刚提到说 这个卢市长号召了这场下午茶 是全部的国民党县市长 还是中台湾你们几位女性 那有没有设定说要谈哪一方面的议题 或是合作的方向呢 目前是党内所有的九位吧 应该是这九位 那但是这个时间跟地点 这边卢市长这边还在筹备 那基本上我想就是 当然因为我刚刚提到了 我们中部地方 因为很多的生活环境 还有我们的整个的治理平台 其实都是比较相近的 除了大家可以有一些经验上面的分享 那我们也可以借此来向一些的先进请教 当了首长之后怎么样 可以去互相在整个施政上面去做突破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政治意义上面 还是可以看到女力之外 我们的女力可以有 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的一个女力的表现 尤其刚刚佩君提到的 在北台湾朱主席也好 或者是侯市长 那在中部地方 如果还有卢市长这边 可以扮演起另外一只母鸡的话 那我想也相对也减轻了 其他党内这些大人物的负担 我觉得这更好 中台湾现在是被评估说 是国民党相对乐观的选区 而且五位候选人都是女性 包括您卢市长 还有这个黄敏慧市长 跟张立善县长等等 您觉得跟过去这个男性主导的政治身带 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觉得 我现在我觉得台湾的政治 其实还是蛮进步的 那现在大家在从政上面 不太会去用性别去看待 那尤其呢 现在我们不管从各方的 在从中央的立法院也好 或者是地方的议会 基本上现在女性从政的比例也很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讲 在平权上面 或者是在女性参政上面 已经给予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而且现在基本上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在评价从政 不太会用性别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那尤其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改变政治生态 就是女性应酬少 那未来我们这些应酬也可以减少的话 可能男性也会比较轻松一点 或许男性比较多的应酬 那女性就比较少 现在如果这种文化可以慢慢改变的话 倒是我觉得我们都会很轻松 确实哦 这个在女力崛起的时候 我觉得默默的也一点一点的 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 像这个柯正委员这一次 就去挑战高雄市长 您认为现在的这个2022年的高雄 跟当时2018年 您这个致力于辅选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对不起啊 因为我最近自己在忙着自己 这个县内的选举 我比较少去关注到其他县市的问题 那当然第一个 我很肯定志恩 勇气可嘉 那尤其过去我们在立法院 又是共同作战的好朋友 那尤其他的爆发力 还有他的论述 然后感战的一面 那在这次高雄 大家也是觉得 还有他可以为自己创造的议题 他在高雄势力也可以带起他自己的一段的科室旋风的 我相信也会有他的很多的支持者愿意跟随他 那我觉得志恩也蛮擅长打一些新颖的议题 而且他的头脑 尤其是在整个的转换也非常的快 我觉得确实可以给一些高雄一些新的变化 那么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透过自己 我们在党内的互相的经验交流 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些的经验 包括我过去在高雄 也听到一些不同的一些的想法 如果他觉得受用的话 当然他在高雄 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很乐意出来帮忙 包括我现在看到还有网面讲也出来 帮忙他在整个的组织架构也都在协助了 所以一个这么好的人选 我相信一定可以聚集更多好的能量来帮忙他 说到您并肩作战的战友 还有一位谢荣介议员 今年也是投入县市长选举 自己也变候选人 您这一阵子有没有跟他怎么样的联络 未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合作计划呢 对啊 提到他 他上个月打电话给我 然后跟我说 希望我去跟他做一个共同的联合活动 一个庙会的活动 然后但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因为候选人的时间 都已经往后排的都蛮急的 所以现在的时间一直瞧不拢 那瞧不拢之后后来我又看到他对外宣布 他抛弃我了 他去跟柯智人连线 就知道说 就也知道说 也不不抛弃我 就知道说大概其实大家都很忙 那尤其高雄跟台南的距离也比较近 不过就像是 这个龙介大家都是好朋友了 尤其像智人 所以我觉得很多在议题上如何去串联 包括未来如果大家都选上之后 有一些的议题跟县市的合作 还有如何去串起彼此的县市的MOU 都是可以来做的 那尤其我是要像佩君其实是独立人 你是独立人 所以到时候俗华姐选举 你一定要回来帮忙一下 这个南投最近 这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应该是这个枪击事件 那因为这个台湾可能 其他的县市相对来讲 比较久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悲剧发生 那四死一重伤 引发各界关注 那特别他又是这个被害也是牛张之之父 您认为这样的议题 是不是会冲击到在南投执政多年的 国民党的基本盘呢 我认为不太会有影响 当然我先前媒体有把这个 作为一个议题来阐述 可实际上说这个说 因为它是一个预谋杀害的事件 跟传统我们说的治安事件 其实是不太一样 治安它应该是说窃案多 或者是说街头斗殴 黑帮斗殴 或者是说各方面的这些的毒品氾滥 它的治安藏起来 并没有办法受到很好的控制 那当然是本身自己自己的问题 那它是一个突发事件 而且是预谋杀害的一个事件 所以我觉得比较多的乡亲不太会认为说 它是跟南投县的治安藏起来是不好 会把它画上等号 传统来看我们在整个的民调上面 南投县的治安还算是受到宪明的肯定的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南投县政府 在这方面致力于治安的工作也做得不错 那当然因为在南投这么淳朴的地方 突然发生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枪击事件 确实会让人心惶惶 那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对于年底的选情 其实我觉得 并不太会有直接的影响啦 就是说这个还是是两个事件 其实从议题上来看 南投县民比较关心的 还是大家跟巴豆有关系的 就是民生议题 那特别是南投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观光大县 那特别是日月坛是很多观光客 尤其是路客的必访景点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 委员这个你知道在澎湖机场 一出来路上就会看到你的看板吗 说起来你也是这个宽广大师 澎湖也有你的照片 这个所以如果您是未来的县长 您其实就是这个南投县最好的行销大使 那现在当然面临的这个困境 是因为两岸的关系很紧风 然后还有疫情的影响 所以对南投的不管是武岭清静 或者是日月坛的这个在地业者的冲击都很大 那如果您是未来的县长 您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要跟中央怎么样协力一起来协助业者 对像现在这个就是我在立法院 开始正在积极推动的事情 实际上大家会认为说 刚刚佩军特别提到一点 路客因为在国民党执政那几年 在整个路客来台湾的比例 跟人数一直是很高 那当然来到台湾 他第一站一定不会错过的 就是南投县的日月坛 所以我们在最高峰 最高峰一年曾经达到有800多万的游客 就是路客是来到日月坛的 那当然现在因为民进党执政之后 让整个 这等于是说路客是完全停滞的状态底下 那当然民进党这几年一直极力的去推广 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是欧美国家 可是实际上它的绩效并没有办法达到日期 那如果我们从各方面的数据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路客不来的话 政府虽然从大量去补助 不管是日本游客 欧美游客来台湾 但这方面的数字一直没有得到很大的成长 在台湾我们的观光业者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 他们已经在苦撑之外 接下来又碰到了第二阶段的 我们现在疫情的冲击 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些数字 从108年到109年的人客数的比较 实际上在国内旅游 在台湾他的人数已经衰退了15%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国内旅游 他在疫情还没有发展之前 他的人数就已经是呈现衰退的状态 在国外的消费指数上面 现在也都是衰退的 也就是说这个是对台湾来讲 非常大的一个警讯 不只是南投 只是南投他的冲击更大 而南投县我觉得我们的业者 他的体质是比较好的 体质比较好的 他是为什么体质比较好呢 南投县的业者 他们自己有一个联盟 这些联盟自己 不管是民宿业者 饭店业者 或者各方的业者 他们自己有组织一个联盟 这些联盟跟县政府的紧密度 结合度非常的高 当政府在推动活动的时候 他们都会跟政府来配合办法活动 那政府在各项的活动 也极力的去推广 这些的联盟 所有南投县的观光业者 所以在县政府大量的支持他们底下 他们自己在疫情期间 也不断的在调整自己本身 如何在面对后疫情时代 我要把自己的体质 再不断的提升 所以其实在这两三年当中 我们国内在南投的这些业者 他们就自己在调整 他们自己的体质 也就是他们不断的在成长 所以在这方面 像我在中央 这两年疫情期间 我就不断的要求中央 例如刚刚佩俊提到的 日月潭一直是南投县 最具有观光景点的指标性 也是国际的一个知名景点 所以我就要求政府 你在这两年 你要加强国外的行销之外 你自己本身 让我们的游客来到南投 国内外都好 你就不能让更多的游客 来到南投县 来到日月潭 看到有很多的小蜜蜂 在四处去拉客 那所以我就去要求政府 去整合起来 有一个游客中心 同时我们透过电子票券的整合系统 也就是说未来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机 让门票 让你的旅宿券 还有让你的餐厅 透过你电子系统的整合 未来你就可以拿着这个票券的整合系统 一路可以常游到日月潭 从日月潭进来之后 你就不用有小蜜蜂四处去跟你拉游客 然后这种的系统的整合 这些系统整合就是我这两年 不断的透过日月潭在做这个推动的 所以这两年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未来在整个日月潭会有一个新的 一个升级的改变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不断的在做 而且未来我会跟南投的业者 不断的在这方面 在观光的推广上面 透过更大的一个面向的版图 就是活动上面 我们会更加更紧密的结合 这个我觉得南投县的跟业者的紧密度 是跟其他县市比较没有的关系 对不起啊我的喉咙一直很不好意思 没问题 喝点水了 既然您刚才已经讲了这个 我是普理人 那我就为南投相亲请命了 日月潭如果委员自己亲自去划个立场 我觉得应该为当地的业者注入活水 这保证没有问题 有这个示范的效果 很多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都致力在发展科技远区 那您认为南投发展的关键会是什么呢 科技远区我觉得 就南投县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适合 科技远区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要有 那也不是这么多科技远区 每一个人都一定能够进来 那我觉得如何发展自己在地的特色远区 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我们的科技也有一定的幅度 但是南投县最重要的 现在农业的科技发展 也是大家政府极力去推动的 所以像南投县政府这几年当中 林县长他的任内有推动了几个特色远区 这个也是我们在立法院协助他的 例如像现在在南投县 在埔里我们有一个温泉远区 还有一个就是维席的创业远区 在竹山还有一个工业远区 竹艺的远区 那么在草屯还有一个手工艺远区 那这些的远区 他未来呢 我们都会透过他的这个园区的升级 让更多的产业能够进来 不一定只是科技类的 那像有很多产业进驻之后 食品类的我们也可以协助 他在这方面去升级 因为产业本身 他自己在如何去提升自己 还有他自己的 应该是说他自己怎么样去成长 他是自己都能够有他的技术的 那我们只需要提供的是 更大的一个空间给他们 所以现在我刚好佩君提到这个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就是 帮更多的产业找到更多的园区 而这些的园区是低度开发的 是有特色性的 未来在这里可以收到政府 不断更多的这些优惠条件的 让更多的青年学子 可以返乡来服务的 而且让更多的这些 有机会发展的青年 可以透过我们的产业特色园区 让我们去支持他的 这个目前我们已经着手在规划的 现在目前已经有四个的 未来在我如果有机会相认的话 我会再规划两个 一个在南投市已经完成的旺来园区 那未来我们会在工业区旁边 再规划一个小型的园区 那这个也是我们低度开发的智慧园区 这样子 我觉得政府可以由县政府来做 而不用从经济部这边来大力 来 因为经济部 他必须还有很多的面向跟 环平等的这些的限制 常常会导致地方政府在整个 我们的施政上面的时间会遭到延宕 那地方政府来规划 实际上我们可以有掌握 而且我们能够给出的优惠跟了解 他的需求 我们能够做的更多 这个是未来我们在南投先要开始去规划的 谢谢委员今天接受我们访问 也希望这个最美市长年底 如愿成为最美县长 感谢大家收看本周的今天时代配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刘宝洁 11月26九合一大选 还不知道要投给谁吗 快来雅虎奇谋新闻选举网站 看跨世代好感度 看手头足道银法足最爱的候选人是哪位 网络温度计分析每月六亿笔的文章大数据 每天及时更新 看网络的声量谁充第一 雅虎怀旧功能 心情新闻枪式回归 选举新闻看多少网友跟你一样的心情 雅虎TV叫好又叫做的政认节目也不缺席 谁选谁看立刻分享零时差 看全景上雅虎 简单又容易 上 雅虎